好 师父麻烦你给我看看王仁好吗 谢谢 王仁看什么啊 叫什么名字啊 姓童 儿童的童 山峰的峰 他是去年往生的 我想知道他到底就是死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现在在哪里 麻烦 哎呀 他还经常回家 你们家里应该有声音的 你们家里墙板上有声音吗 还有卫生间和那个厨房 对 天花板上是有声音 卫生间和厨房就是那里光线是不太好 你走进去阴森森的不知道啊 走进去阴森森是 对的 师父 我知道 他经常回来他这次是有点失误的 他不愿意走的 师父 是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到 他那个走的时候到底是发生什么 因为我是睡着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 然后他还做了一些事情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麻烦您告诉我好吗 谢谢 拖走的呀 然后他走的时候还对我砍了一刀 对着我的脖子 现在知道了吧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觉得我们平时还都挺好的 就突然间发生这个事情 我就觉得很不可思 鬼残生听不懂啊 听得懂 鬼 小鬼把他带走了听不懂啊 他在长期的称恨 嗯 明白了吗 哦 你呀 明白 你欠他很多你听不懂啊 是我欠他很多是吗 现在他照样会在弄你的 你他自从他走后你的身体没好过 对我好不容易被救回来 我也差 我也差一点就 就也是见阎王爷的人了 但是菩萨保佑我 把我这条命保住了 你不就是因为 我就 不是因为学 学佛啊 你不学佛 这条命早就没了 嗯 对我之前 会经常去 那个时候 当时还没有接触到心灵法门 但是呢 我是经常会去烧香 拜佛 就是我 我有这样的心灵感应 就是我相信这个 你想想看 你现在做人呢 你还不要改啊 讲话讲话那么快 做人做人不好 嘴巴里嘴巴里 经常讲人家不好 你这种嘴巴 你要造业的 听不懂啊 听得懂 没把你头砍下来 已经是菩萨保佑了 是的 你这个大劫 你听不懂啊 我听得懂 我一定会好好修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好好修 你第二个大劫 就是 就是 就是妇科里面 障癌症 你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他现在已经在弄了 开始啊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请师父开始 你说呀 好好的改毛病 嘴巴不要乱讲 好的 不要干阴事 嗯 不要做下流的事情 听不懂啊 哦 自己好好念经修心啊 好的 这条命都是 都是不大救你 你还要怎么样 你要死了吗 就死掉了上次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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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还要学赢了 你够老实一点了 你啊 好好好 我明白师父 那我想问问 他现在在哪里 我我就是 我学了一个月 然后是念了七十张 和妈妈一起给他的小房子 我不知道 现在我应该怎么做 你现在根本七十张不够 你再给他念五十张 再念五十张 好了 看看五十张念完之后 看看他来 来不来 他会在你妈妈 或者在你面前 显化一下子 就说明他拿到了 走了 否则的话 他不会饶过你的 你听不懂啊 好的 我明白了 好了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嗯 再见 再见 感恩师父 谢谢 再见 大家看到吗 一刀了 头都要打下来 就是这种 就是说一自杀 你听得懂吧 就是说他把人家砍了 他自己自杀 听不懂啊 这就把全是鬼带走的呀 转 快 转 转 , 转 转